我是做梦啊 也没有想到 光冰箱里挂上一个口罩 没想到这么厉害 真的是太神奇了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珍爱小树梁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那么冰箱呢 已经作为我们每家每户 必不可少的一个家用电系 它里面呢 可是承载着 闲家食物保鲜手术的一个专用 不过在这边呢 好用归好用 但它也并不是完美无瑕的 因为我们在给食物保存的时候呢 都会一塌糊涂乱扔乱炖 或者各种各样的食材 都会往冰箱里面塞进去 那么美食各有各的美味之素 但是这些味道呢 也只能毒上 如果混合到其他一洗的话呢 那么就特别的难闻 最终呢 也会导致整个冰箱呢 味道冷意滚滚的 写食材拿出来之后呢 里面的食材 还是放有点其他的一味 其实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还是经常听到很多朋友呢 都会说 家里的冰箱不仅意味冷中 而且还经常出现 特别耗电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 我就带着这两个问题 来和大家分享一个 神奇的小妙招吧 不仅会想使用 今天才知道也不算万 原来还可以往冰箱里 放上一个口罩 而且作用呢 简直 厉害到不要不要啦 一年算下来呢 还能帮大家 省下一大笔的电话会呢 那么具体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又是怎么做的呢 那就跟着小叔娘的视频 一起进来看一看吧 今天呢 我们需要准备一两个 家里特别普遍的饮料瓶 这个空瓶子呢 里面的矿泉水 给它喝完之后 那么留下了这个饮料瓶呢 我们可以提前 将洗给它淘洗干净 把盖子给它扭开之后 接着我们开始往里面 倒入适量的自来水 如果家里这种饮料瓶 空瓶子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多装几瓶 作用会更加的强大 把里面的水弦布 给它装满之后 扣上盖子 扭紧之后 接着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 抱到冰箱里面的冷凳室当中 尽情给它冷凳个 五六七八九十小时 不过在这边呢 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水呢 不得给它装的太满 如果太满的话呢 瓶子特别容易 可能会裂开了 所以呢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好了 那么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小熟粮 讲解的还算可以的话呢 能否用上您宝贵的一秒钟 让我点上一个漂亮的小爱心 支持一下呢 您的每一个支持鼓励呢 都是小熟粮进步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那么把自来水给它放到冰箱里 进行冷凳之后 到底有什么用呢 像至今呢 很多家庭的冰箱 大多数都是变品冰箱 而这种冰箱呢 普遍来说都是比较省电的 因为它的工作眼里呢 就是看着冰箱的温度 当冰箱的温度升高之后呢 它就会自冷 而冰箱里面的温度 如果降低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关闭 而当洗衣自动关闭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耸电的模式 而当我们已经把动神冰块的 矿泉水呢 给它放到冰箱里面的保鲜室里面 那么里面的这个温度呢 自然也就会随之降低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借助这一点 改变冰箱的温度 当我们把冰箱的温度降低之后呢 那么冰箱呢 就不会一直属在一个硬状的状态当中 那这样子就能够使到一个 非常省力又省电的一个作用 譬如说 这个时候冰箱冷先不是自冷了 但是这个瓶子放在里面呢 冰融化的时候呢 就会吸收到这围的一些热量 这样一来也可以达到给冰箱里面 降温的一个目的 尤其是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呢 相信有很多朋友呢 都特别经常买回很多这种锅果蔬菜 那么第一天是呢 买回家都会直接给它放到冰箱中 不过宁可先万不要把冰箱当作是保险柜哦 不是把东西放到冰箱里面 就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所以呢有很多蔬菜水果呢 如果蔬菜时间比较少了 那么冰箱里面呢 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腐烂 或者变质的一个意味 那么里面的这些烂东西 或者变质的一些食物呢 也要及时给它吸力干净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提前将冰箱里面 所有的食材全部给它拿出来 吸力一下 接着我们开始再来准备点 其他的材料 尽情来把冰箱清洗一下 不过清洗的这些水呢 我们不要单单 只是用薪水来清洗啦 可以往水中加入少洗的关节盐 然后再来一丢丢的小苏打 因为食盐呢 它不仅可以洗到一个杀精消毒的作用 而这个小苏打呢 它的吸护能力呢 也是非常的强 可以把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呢 还有杂质细菌 全部给它吸护的干干净净 现在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抹布直接给它放到水中 不过沾一点这个汁水之后 要进行给它扭干 只要能够让抹布有点消失就可以 接着就可以开始进行冰箱 给它头头微微 里里外外 彻彻底底的给它清洗一遍 把整个冰箱呢 里里外外 边边角角 完全给它杀洗干净之后 下来呢 我们可以准备一点这个酒精 把酒精简单给它装进一个普通的喷壶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往冰箱里进行给它 喷一喷 杀一杀 酒精呢 它不仅可以杀精 而且还可以细熟冰箱里面那股冷意的异味 而在这里呢 大家也不用怪担心 会有一点点的酒精味 因为酒精呢 是一种特别容易挥花的物质 当给它喷洒过之后呢 放一边进这个两分钟左右 那么里面的这个酒精味呢 也会伴随着空隙消失掉了 过酒精喷完之后 记住一定不要把冰箱门给它关起来哦 散开冰箱门 让它为时个两分钟 也就是13秒 待在里面的酒精 全部挥花干净之后 我们再次关上冰箱门 用紧给它掀洗干净 处理过后的冰箱呢 不会出现有一点点的异味 而且还特别的干净又心爽 除了这个饮料瓶之外呢 我们也还可以往冰箱里面放一个口罩 其实呢 听到这里相信有很多人也是特别的好奇 这口罩不就是一个恍惚的用品吗 怎么可以给它放到冰箱中呢 稀不知呢 往冰箱里面过上一个口罩 作用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 因为呢 在整本日常生活中 冰箱里面呢 经常都会放上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 尤其是一些羊松或者蒜蓉芹菜 羊排啦 又有一些鸡蛋 那么这样的味道都是比较重 而且还特别的试笔的东西 那么这时候呢 整本的口罩就可以派上用赏啦 今天呢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口罩 在当前的疫情下呢 口罩已经是我们每家每户 必不可少的一个生活用品 而这些灰系的口罩呢 其实它的用素呢 真的是多到说不完 比如今天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种 灰系一次性的口罩 把口罩的一端用剪刀给它剪下来 则另外一端 则们给它保留着 把口罩鼻脱上的这根铁丝呢 简单给它洗出来 因为我们的口罩呢 都是有三绳的 所以将口罩的一端剪开之后 打开一下 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袋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装入 一小把的杀叶 这种杀叶呢 不仅味道特别的新香 而且香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比较干燥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利用它的新香 以及干燥这两个油点 准备好的杀叶呢 缓慢迅速的给它倒进这口袋中 当然 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继续往这个口罩里面 再装点这个大蒜皮 蒜皮呢 它跟杀叶是一样的 不仅伴有一柜特别容易的新香味 而且它也属于一种比较干燥的食物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剥落下来的这些大蒜皮呢 一起给它装进这个口罩中 将杀叶 以及这个蒜皮给它搭配在一起 味道真的是太香太美味了 而且这两种食材呢 它本身都是比较干燥的 将两者给它搭配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收口树给它绑紧之后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 新香细郁味的一个效果 这个时候您家里的冰箱要是有 出现一些意味比较重的食材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做好的杀叶包 给它放到旁边了 这样子杀叶 以及这个蒜皮不仅可以缓解 释放湿西香味 而且它们的干燥性呢 也是特别的独特 还可以吸收掉里面的一些少细 真的是不得不说 是一极量的特别的完美 如果说您要是经常遇到家里的冰箱 出现一股蓝纹的意味的话呢 那不妨试试这个小方法吧 那是非常非常的管用 不仅可以吸收掉冰箱里面 比较复杂的一些意味 这还能帮大家省下一大杯的金钱呢 那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你们都学会记住了吗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小制作呢 就能够帮大家 心心松松解决掉冰箱里面的一系列问题 不仅给大家剩下一大杯咸 而且还给我们的美食 延伤它的独有味道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换个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